孔子家语中说 与善人居如玉知蓝之事 久而不闻其香 吉语之话矣 与不善人居如玉鲍鱼之似 久而不闻其臭 亦语之话矣 深处社会之中 我们每天都在 我们每天都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正所谓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一个人的发展 一半靠自己 一半靠身边的人 离什么人最近 就会融入什么样的圈子 这也将决定你是谁 父母是孩子人生的引路人 他们决定了一个人性格的养成 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 在综艺和爸爸在一起中 黄磊的女儿黄多多 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她的机智懂事 让大家直呼 出个黄多多养成攻略吧 面对夸赞 黄磊也是认真分享经验 让孩子懂事 就是让他明白道理 所有的事情 都有因为和所以 让他明白之后 自己判断 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节目中 多多不想带麦克风 黄磊没有直接让他赶紧带上 而是认真的说 你不带 大家就会听不到你的声音 到时候节目播出来 就是雅具了 认真思考后 多多还是决定 带上麦克风 黄磊还表示 很多人对富养 有一个误解 以为那是对物质的要求 其实不是 亲子还是要多陪伴 他们一起给妈妈挑礼物 让孩子从小懂得 处理人迹 在黄磊的寻寻善幼之下 黄多多独立学习 和思考的能力很强 钢琴包揽了 无数一等奖 七岁就学会了 用英语写剧本 在梯台上也是落落大方 珍妮艾利姆说过 孩子的身上存在缺点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作为孩子人生领路人的父母 缺乏正确的家教观念 和教子方法 包办式培养 让孩子缺乏独立 打压式教育 又让孩子失去信心 而聪明的父母早已经学会 培养孩子的自主性 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 父母的使命是告诉孩子 世界有多美好 让他们自己决定人生的方向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一个好的朋友 甚至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在高分电影《中国合伙人》中 兄弟间的友情打动了无数人 农村小伙儿 程东青高考两次落榜 跪着求母亲借钱再读 在燕大 他遇到了精英孟小骏 和浪漫主义王阳 大家一起练习英语时 程东青被人嘲笑 英语说得像日语 而孟小骏 却是大家的偶像 为了赶上孟小骏 程东青立志大学读完800本书 靠着这种信念 他摆脱了自己的口音 为创办英语教育机构 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直自命不凡的孟小骏 最后也不得不佩服程东青 他总能在关键时刻冲出去 这个连我也做不到 被影响的孟小骏 放下自己的心结 开始跟着大家拼事业 互相治愈的朋友们 共同创造了 培训机构的奇迹 新梦想 完成了彼此对幸福的诠释 找到让自己快乐的事 张浩晨在 谢谢自己够勇敢中说 好朋友不是通过 努力争取来的 而是在各自的道路上 努力奔跑时遇见的 最终决定我们关系深浅的 不是血缘 而是三观一致 学会做个优秀上进的人 挑选志向相同的朋友 携手恭敬 好的爱情 物质上不分彼此 但生活上必定分你我 第一眼看到他的照片时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影视明星 《蒋英传》中 艺术家蒋英和导弹之父 钱学森 为我们展示了婚姻的美好姿态 钱学森和蒋英是世交 他们自幼相识 但后来一个去了美国 一个留学欧洲 成年后的再相遇 两人一时功成名就 钱学森是学术界新星 蒋英是美生新秀 钱学森爱蒋英明艳 蒋英敬钱学森博学 爱情仿佛理所当然 当然 跟科学家的生活 必定会遭遇枯燥 婚后第二天 钱学森就投入到了工作学习中 回到家也是钻进书房 几个小时不出来 此时如果换了平常女子 自然觉得丈夫不够体贴顾家 甚至要生出矛盾 但蒋英却是调整心态 在丈夫送的钢琴前 纵情演奏 让家中充满了音乐气息 钱学森也说 正因为我受到了这些 艺术的熏陶 才能够避免死心眼 思考问题 能够更快 更活一点 喜欢是占有 而爱 却是包容和理解的 钱学森不觉得妻子吵闹 妻子不觉得丈夫乏味 他们都选择了让对方舒服 他们对爱的理解 不是同化 而是选择共存 在这份包容下 两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 取得了成就 日子也是琴瑟和鸣 一位作家曾说过 你需要的伴侣 最好是呢 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 浅针低畅 两岸风光 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 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 换句话说 最好他本身 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在人生这部连续剧里 爱情是重头戏 却不是全部 学会给彼此一定空间 做一个能支持对方的伴侣 让爱情填满剩下的空间就好 豹子和铃羊 你追我赶 才成就了彼此的速度 人生的棋逢对手 也是如此 威亚曾公开致谢李佳琪 一个人斗智最强的时候 是前面有肉 后面有狼 淘宝直播在2019年取得了大满贯 双十一成交额突破200亿 论起直播界的英雄 自然非威亚和李佳琪莫属 直播的商家很多 顾客购买起来也是十分便捷 所以如果一方的价格略高 几乎就会失去自己全部的成交量 这也是他们不得不争的原因 在李佳琪出现之前 威亚一直是淘宝直播界的 冠军 2017年的时候 他一天的直播佣金 能买一套房 李佳琪是一个很怕输的人 开始做直播之后 他立志数据每一天都要比昨天更好 一年直播389场 身体生病也不敢停歇 两个月抖音涨粉1400万 成了半年粉丝数翻五倍的痊愈网红 如此迅捷的大动作 让威亚危机感暴增 一改往日平稳上升的姿态 威亚开始研究李佳琪团队的营销模式 站外引流 请明星参与直播 甚至在李佳琪还没有重视的一些平台 开始出现威亚的热度 这种你追我感的竞争关系 潜移默化之中 使两人相互成就 使他们的良性竞争 使他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前些日子的首次同框 两人互相称赞 惺惺相惜 埃德蒙伯克说过 同我们决斗的对手 强健了我们的筋骨 磨练了我们的技巧 我们的对手 就是我们的帮手 在竞争之中 我们从对手身上学到的 甚至要比朋友那里学到的更多 人生不可没有对手 那些打不倒我们的 终将使我们变得更强大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你有哪些给年轻人的忠告 其中一个高赞回答就是 要学会远离身边那些负能量的人 其实无论做亲人朋友 还是对手 一个人的人格都尤为重要 跟积极的人在一起 我们才不会消沉 才能登上自己的人生顶峰 学会反思自己 做个对旁人有益的人 学会审视他人 认真选择自己的队伍 我们终将会 在日益积累中 获得成功